一邊煮,一邊煮辣 把五斤鵝放進鍋裡表面燙熟 是梁師傅做梅子鵝的秘技 是嘉倫樓三月限定的懷舊菜式之一 亦是他過檔嘉倫樓的頭炮菜式 客人知道什麼是福林門菜式 因為他知道外派是福林門過來 如果你要改菜,別人吃慣福林門的菜式 他們一吃就吃得出 去年六月梁師傅過檔之後 嘉倫樓就第一次拿到米芝蓮一升 而福林門就撕了升 雖然不知道與否梁師傅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 嘉倫樓的生意有明顯增長 就連他都轉太捧場 我仍然會保留那種做法 只不過可能擺設上會加一些擺設 來點絕一下 因為福林門始終是硬橋岩馬 不喜歡擺設這件事 梅子鵝和福林門的做法一樣 先炒香配料 而最考功夫的就是 以前做的梅子鵝多數會炸 或燜或焗去梅子鵝 如果炸了,皮會比較粗 雖然色素比較混濁 鵝又會香 但皮會滑,不會粗 反覆轉15分鐘 既講功夫也靠力氣 最後蒸大概一個小時就完成 鵝肉軟滑 搬上薯仔同樣燜得入味 餐牌還有買少見少的謝菇粥 先將肉攪拌隔走筋位 再加入淮山等配料來煮 中環的陸魚都有這個懷舊菜 而這獨的質感就相對結身了 先長造懷舊菜的梁師傅 在灣仔福林門由三鵝升到大廚 逐續21年 決心離開的原因是 福林門的炸子雞有獨特的擺法 雞腿會放在中間左右外向 現在的擺法又是否一樣呢 吃炸子雞有骨在這裡吃 就比較有汁水 因為來到這裡之後 外國人太多 他不喜歡有骨 所以我始終都要跟回這裡的文化 就要起骨